香港反送中示威情势是越演越烈 一名示威少女因为右眼被警方开枪打中 可能造成失明 示威者昨天是塞满了机场 迫使香港机场晚间取消了所有的航班 总共有超过230个航班都受到影响 包括从桃园机场出发的客货机 总共有40个架次 而一直到了早上6点55分 香港机场才有客机起飞 群众放下手边的工作 12号聚集在香港机场 密密麻麻的黑衣示威者塞爆街机大厅 誓言要警察还给受伤的女子一只眼睛 这里是香港国际机场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人潮不断涌入 上周五大家发起了万人街机行动 今天再升级成百万人 挤爆机场的活动 示威规模庞大 香港机场管理局下午三点半宣布 除了已经完成登机程序 其余的所有航班全部取消 外国旅客感到错愕 但能够理解示威者的心情 机管局表示会是机场运作恢复情形 周二早上六点起重新编配航班 根据机场最新航班资讯 有客机在六点五十五分请飞 警方的行为激怒港人 医护人员也看不下去 周一下午发动罢工 刻意在眼睛上敷上纱布 痛批港警 企图谋杀市民 警察用了很多的 他们所谓的最低武力 但是那些最低武力 是导致昨天有一位女的示威者 右眼那里受到严重的伤害 身为示威主力的大学生 香港十一间大专院校学生会 则是发起联合声明 指出香港已经进入军管时代 呼吁即日起 无限期展开罢工 罢客 罢市 警民对立情势一触即发 甚至有示威民众控诉 在八一一冲突中有远警 喬装成黑衣人 涉嫌煽动暴力行为 警方则坦诚所谓 但强调没有进行违法行为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周一下午出面指控部分示威者丧心病狂 香港开始出现恐怖主义苗头 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径 必须坚决依法打击 毫不手软 毫不留情 港澳办甚至说香港已经走到重要关头 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要站出来止暴治乱 香港市民则预计本周六日 在全球登报揭发警方一连串的镇压 短短一小时的募资就筹到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目标 继续中华报道